二零二四大選倒數 各政黨的總統參選人 都是把握週末時間 啟動陸戰 令黨的賴清德和小美琴 全國進總成立 展現了大團結氣勢 針對是否仰賴中國 國民黨侯友宜和賴清德 是隔空交鋒 致民眾黨的柯文哲 是前往台中 為藍白和立委示範區的 黨籍參選人蔡碧如站台 炮口號回站期 民進黨政府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 曉美琴 全國進總三號正式成立 包括總統蔡英文等 黨公職權鬥場 展現大團結氣勢 大選氛圍也吸引歐洲十五國媒體 自發組團來臺官選 賴清德是在把炮口對準對手 國民黨侯友宜 與民眾黨柯文哲 批評過度仰賴中國 是在走回頭路 我們的對手都共同喊出 重啟胡茂 他們一個接受九二共識 一個高喊兩岸一家親 他們都想要讓臺灣走回 依賴中國的老路 民進黨現在不是還在 奧亞華的路嗎 而且對奧亞華的依賴度 也沒有減少 侯友宜沒有走回頭路 侯友宜是繼續走 讓兩岸經濟 大家都能夠共好 侯友宜和賴清德隔空交鋒 至於外傳競選糧草之景 經費募款狀況不佳 會以坦言在野黨比較艱辛 希望基層繼續支持 並以競選小物募款 拼完十七場各地造勢 而民眾黨柯文哲 則到臺中拉臺黨籍立委參選人 蔡碧如選情 由於國民黨在台中第一選區沒有提名立委 因此這區成為在野整合破局後立委藍白河的示範區 不僅有多位藍營地方明代道場助政 蔡碧如的進總主委更是台中市長盧秀燕 然要在國民黨黨紀紅線下 眾人在柯文哲抵達前全部退場 上演藍白同場 不同台 解綜合報導 解綜合報導